第16题,请推论浸透油脂的碳灰草木灰产生下列核种化学反应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油脂,我们教过的反应就是跟碱作用 草木灰就是碱,而会产生肥皂造化反应 我们也可以从虚度当中知道,它会很容易的把手洗干净 那就所谓的做成了一个清洁剂 我们教过的做的清洁剂就是做肥皂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发生的是一个造化反应 第16题问我们说,请推论浸透油脂的碳灰草木灰产生下列核种化学反应 我们答案选的是B,造化反应